当地时间6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 出席了金砖国家外长会晤 王毅外长在发言中表示 过去一年金砖合作有亮度 有速度 有力度 我们以阔源开启了全球南方 联合自强的新纪元 金砖的感召力 不断上升 吸引力持续增强 我们勇力朝头 相互成就 团结一心 逆风跑出了加速度 金字招牌越来越亮 金砖的声音更加有力 王毅外长指出 面对促进世界多极化 和维护单极霸权 两种力量的较量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两种取向的碰撞 我们以顺应历史潮流 站在公道正义一边 做出正确抉择 要充分发挥 大金砖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效益 将金砖打造成 基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面向全球 开放包容的 新型多边合作机制 为此 一是要坚定对多边主义的信心 为全球未来发展 破坏新蓝图 加强协调配合 在重要国际议程中 点亮南方时刻 将发展至于中心位置 二是要坚定维护 和平安全的决心 为政治解决热点问题 提供新助力 金砖应坚持独立自主 客观公正 推动国际社会 汇聚和平共识 反对借机煽动 新冷战 三是要坚定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金砖初心 让金砖的务实合作 迈上新台阶 中方成立了 中国金砖国家 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 推动加强产业对接 能力建设等合作 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与会各国就金砖合作 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各方高度评价 金砖机制的重要作用 和扩原成果 认为越来越多国家 加入金砖合作 加快了世界多极化进程 推动国际秩序 更加公正合理 支持设置伙伴国 各方呼吁 坚持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推动改革国际金融架构 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各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 和平解决争端 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会晤发表了 金砖国家外长会晤联合声明 与会期间 王毅外长还分别会见了 老挝副总理兼外长沙伦赛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巴西外长维埃拉 南非外长 南非外长潘多尔 埃塞俄比亚外长塔耶 伊朗大外长 代外长 巴盖鱼 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系的问题 交换了意见 感谢